什么样的话题可以让网友有近三万三千个跟帖 就是冷冻卵子 看看现在这个男女生在这个国内呢 现在对于冷冻卵子是蛮站在同个立场 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让女生可以来自己决定 没错 那么到底这个冷冻卵子啊 能不能由自己来做主呢 这也是这两天网友讨论最热烈的一个话题 的确实啊 这是一个需要我们来搞清楚的问题 有人就说了 说如果连这个事自己说了都不算的话 那卵子还有什么卵用呢 这个冷冻卵子 让网友有近三万三千个跟帖 什么样的话题可以让现在这个男女生在对于冷冻卵子 现在这个国内呢 现在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让女生可以 冷冻卵子啊 能不能由自己来做主呢 这也是要我们来搞清楚的问题 确实啊 这是一个需要 有人就说了 说如果连软的话那卵子还有什么卵用呢 这个冷冻卵子 让网友有近三千个事件的冻卵话题再次被炒热 网友发起了各种相关的微博话题 徐静蕾本人也是转发了这个新闻的微博 同时还留言说 有一种生物叫我国诞生女性 随后啊 自称职男癌患者的韩寒也是发微博质疑说 生育必须要和找个男人结婚捆绑吗 紧接着针对有网友提出的孩子的成长需要健全的家庭和父亲的教育 他也回应说这是主流的生活 有当然最好 但是我们也要给非主流的人群选择的权利 同时他还强调说 女性不是男人的生育机器和移动的子宫 接连两条微博是赢得了30多万网友的点赞 那在网络上有小伙伴们就感慨后悔要在中国有点水土不服 圣女们则表示这又是一个逼女人结婚的证据 而更多的网友是想不通 我花着自己的钱 自愿从自己的子宫里取出自己体内的卵子为什么不行 单身的男性可以冷冻精子 那为什么未婚的女性就不能冷冻卵子呢 而微博上的一项我国单身女性不能使用冷冻卵子生育 你支持吗的民调中 有8万多的网友参与了投票 结果显示79.6%的网友选择了不支持 那么女性朋友们到底会不会选择冷冻卵子 而对于这个单身女性不能使用冷冻卵子生育 民众们又有什么看法呢 一起来看今天的节奈 冷冻卵子一般不会吧 因为我不允许自己在绝经之前还没嫁出去 冷冻卵子的可以啊 储存谁要是不能生孩子的话给别人提供给 给别人用啊 看个人情况吧 我觉得要着我可能会选择 我觉得这个会结婚生子就是正常的一个途径 不会选择这种特殊的 我们这个年龄接受不了这些男孩 冷冻卵子的人大多数将来他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 那个妈妈想独自抚养了一个小孩 所以我觉得我不太赞 这个没用吧 大家还是会找各种处境去 要是有这种需要 我觉得这个规定队伍来说好像没什么那什么吧 我应该会按照正常人的生活 然后去结婚生子 觉得不用管人家吧 那还是看国家吧 因为我们也不太懂这些政策 应该支持这个方向吧 就还是要一个人情况来定我觉得 我觉得顺其自然吧 他有自己的选择 他可以自作自己的选择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支持的 因为生育权毕竟是每一个女性应该享有的 即使不结婚也是可以享有的 也希望女性们可能是通过一个正常的途径选择这个生育 因为这个卵子可能是和女性的生育都有关系 可能我不会冷冻卵子 但是我也不反对国家的决定 随着舆论的不断声闻也引来了不少外国媒体的关注 美国一家新闻聚合网站不仅就此时采访了徐静雷 还在报道中引用了不少中国网友的评论 而关于这个冷冻卵子 美国的纽约时报也曾经评论说 如果动卵管用的话 我们就应该将这个选项保留下去 好的 下面把时间交换香港 好 谢谢妍卿 我们在今天现场其实也请到 听说有不少内地的女性 特别跑到香港就是要找这位陈医师 她是香港生殖医学会中心的医生陈医师 陈医师 欢迎您来到现场 在和陈医师讨论之前 我们先来总结一下 也就是说在最近讨论的话题当中 我们来看看内地到底是用什么样的角度 不允许担心的女性出了这样的一个辅助生殖手术 我们来看到大概有几个原因 我们来做一下归纳可能是不是因为 在主要的上面就是法规 其实在内地是不是不允许的 也就是说就算你有这个冷冻卵子 但是当你要这个受精变成受精卵 在植挥体内的时候呢 又要一堆证件了 又要这个结婚证 要转身证 还要这个身份证等等 所以呢这其实也就是告诉大家说 你除了结婚以外 你没有办法自己生孩子 再来呢还有就是另外一个原因 说这个卵子如果被非法买卖 那可能会有黑市的问题 这样呢也是有这个人性 以及道德上的忧虑 另外还有就是在内地 是不是还有一个这个真正可以保存 卵子的卵子库 这也是有许多民众很大的一个问题 另外还有就是有医生是说 这个在内地的医生是说 这个医生的技术还不见得很成熟 也就是说你保存好了 再放回去这个复苏率 是不是能够达到百分之百 或者是说很高的一个复苏率 这都是大家现在在讨论的话题 所以我首先要先问陈医师 也就是说做冷冻卵子 有没有时间上的一个限制 难道我买了18岁 我想动就可以动了吗 这个是有实际的限制 就是这个患者本身 又有一个医疗的需要 就是说他可能因为身体某一个问题 他可能如果再推迟的话 他可能对于生育者 没什么希望的 但是做这个程序之前 他肯定要了解 中间有可能发生的风险 还有他有多少卵子 到底有多少机会 他真的能抱一个宝宝回家 真的 所以时间上这个 你要不要告诉我们解释一下 几岁的女生 大概连冷冻卵子 也都不用想的是吗 所以你可以看看这个表 如果你是35岁以下 如果你冷冻了20多个卵子 这是你能成功怀孕的几率 也没有百分之一百 也只有百分之75左右 如果你是40几岁 你冷冻的卵子 只要5到10个 肯定成功率 只有百分之20三十左右 所以你要了解这个成功率 不是说能百分之百 保证你我爸爸抱回家 但这个成功率是医学上 现在达不到很高 还是说是因为 我卵子本身健康的问题 就是我存的年龄 就已经取决于我的成功率了吗 对 然后两个原因都是 医疗技术上当然没有 还没有一个办法说 能没有卵子都能用 但是如果你比较年轻的卵子 其实是怀孕率会比较高 是 那刚才您说到 那在香港很多人来找您做 香港现在听说 做一次是六万岛兵 六万多左右 这包括了前六个月的这个储存费 然后接下来是每一年还要再交钱 那这样子的话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也准备一笔钱 这个钱也不小的数目 我们才可以做这件事情 那另外呢也有就是说 刚才这个在香港 我可以捐卵子吗 不可以 我可以捐给别人用吗 香港可以捐卵子 但是香港的卵子不能买卖 不可以买卖 对 所以就是说 我不可以用价钱来计价 但是我的卵子 可以给不孕的妇女用 可以 是 那也就是说在内地 如果要防止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也就是说 如果在法规上规定好 也就可以有这样的忧虑不存在 也就是说这种非人道的买卖上 对 是 那朱医师 不朱医师 朱老师 朱老师 你怎么看这个内地现在对于 还有这个听说内地 现在我们不是听说 我们现在内地还有这个 节育的计划嘛 所以呢 这个卵子如果又可以冷冻的话 大家就觉得 也不太符合内地的现在国情跟情况 你怎么看 内地的国情就是 你不结婚都不许生孩子 你还想搞个卵子 再冷冻起来 再生孩子 那差了好多步呢 所以就得一步一步 什么时候我觉得可以呢 就内地觉得人口有危机了 鼓励大家生育了 又没人生了 那个时候呢 我想这事就可以干了 听说这个 内地如果有女孩子 想要动卵的话 去找医生 医生说 我劝你先找男朋友 男朋友比动卵快 就是这个概念上这个问题 所以实际上就是说 内地有很多的医生 对于动卵这件事呢 且不说法律上 法规上容不容许 他首先就是一个先劝戒 就是能劝退的就劝退 先尽量不要动卵 其实刚刚又听你说到的 就是在内地 做这个卵子冷冻 到底有些什么障碍的时候 有一条法规不允许 这也是很多人讨论非常多的 这个法规到底有 没有这条规则呢 我们也有网友 专门的为我们梳理了一下 其实这个事爆发出来以后 这个整个来龙续脉 先在央视的新闻里面 播了一下 介绍了一下 这个冷冻卵子是怎么回事 那之后呢 紧接着就有不少媒体 做了配合报道 其中就有媒体提到说 国家计生委相关负责人指出 按照中国目前法律 未婚单身女性 禁止在国内进行动卵手术 那么因此很多人就说了 说连这个都禁止 这个管得也太宽了 但是呢 马上有律师就站出来了 律师说 我翻遍了所有所有的 相关法律法典 没有发现任何一条细节 是直接或间接指出 未婚单身女性 不能采取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 所以说这个律师啊 他就表示说呢 说也许是他没有查得够全面 但是也有一个可能性呢 就是这个可能在媒体报道的时候 他做的工作也不足 也就是说现在舆论岛上 感觉是说在政府方面呢 并没有鼓励了 这至少表示一个态度 不鼓励 而且很多限制 有位漂亮的女律师 她可以呢 去来一个 然后看看有没有人限制她 大陆层官司 好 这其实我还是 等一下还有很多问题要问医生 不过我们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先稍作休息 稍后回来呢 我们还会找到一位 已经在单身做动软的女子 现身说法 这个话题还是比较敏感的 我相信大家的讨论也是热火朝天 我们看一看 我们网上一些大V啊 一些迷人对这个话题 有什么样的看法 首先来看一看猜虑 徐静雷他就说 目前呢 没有人比我更坚强的 不想要孩子 可是人的想法是一直在变的 任何事情你都后悔不了 但这个冷冻卵子 是你提前可以准备好的 我不觉得人是必须要结婚的 这个爸爸妈妈不要担心啊 过去说婚姻是一个保障 情感上我自己挺有安全感的 从经济上更不需要谁来保障我 来看来我们的才女 对这个话题是持一种很开放的态度 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网友 对这个话题有什么样的看法 应该说他们的观点呢 还是比较分离的 来看看这位来自新浪微博的朋友 他说应该给女性冷冻卵子的机会 毕竟女性生理年龄比男性短 很多女性在最佳生育年龄的时候 并不能很好的怀孕生育 等到想生育的时候身体状况又不是那么好了 再来看这位来自新浪微博的朋友 他说女性的生育权不能和婚姻捆绑在一起 这话题就稍微就有点高大上了 就惯变成了女拳运动的一些东西了 再来看看这一位牛奶糖 他说每个生命的诞生都是很神奇的 如果提前冷冻卵子 它就会打破这一种起育的过程 的确冷冻卵子对于这个生命的开始和延续 还是一个很争议的话题 那么这一位朋友呢 也是来自我们的朋友圈 他说冷冻卵子需要很高的技术要求 取暖并且保证卵子不被破坏 保存卵子多年失去活性 所以它还是个技术活儿 对吗 好 那这个事实上整起话题的引起 就是我们刚才引用的徐静磊小姐 因为她自己在国内内地做不到 所以她跑到美国去做 而且她出来接受访问 就是因为她认为 所有的女性应该早点做这件事情 不然卵子也不够健康 就像刚才陈医师所提到的 那同时呢 我们也联系到了一位在台湾的熊小姐 我必须直接就是 经过熊小姐的同意 我就公布了 熊小姐是已经35岁以上的女子 她在去年的时候 去做了一个动卵手术 在台湾呢 这个是合法而且是允许的 我们要请熊小姐来分享一下 您自己的动丸的一个动机 当初想了些什么 考虑了些什么 最后让你做了这个决定 因为就是 点灵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了 就会想说 越早把卵子这个保存起来 它将来孩子的品质也会比较好 因为女生虽然可能 像我们现在可能还是可以自然怀孕 可是卵子是越早保存 她的这个孩子将来生出来的品质 会是比较好的 就是因为卵子的关系这样子 那你觉得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你当初有这个是 自己算是因为考虑到自己的 这个整一个可能职业生涯 或者是生活过程去做了这样的决定 还是你已经感受到很大的一些社会压力 让你觉得这个婚都还没结就已经很大压力 然后呢又有这个催生的问题 所以你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因为我觉得到时候可能等一下问陈医师 我知道整一个排卵的过程也不是很好受 谁要让花这么多钱 还得让自己这么活受罪呢 所以呢我想看 孙小姐你当初面对的 是有没有哪些一些外力的影响 其实主要也是我自己的决定 因为现在还是想要找到最合适的一个 孩子的爸爸才去结婚 我觉得是比较恰当的 如果说我只是为了要有孩子 就贸然结婚的话 然后传送自己这个未来的幸福的话 我觉得不是这么值得 所以我宁愿先把我的卵子保存起来 然后找到适合的爸爸的时候 那我也会有一个比子优良的孩子 我觉得这样子 方式是最好的 那孙小姐 其实我不知道台湾的舆论环境是怎样的 您当时做出这样的选择的时候 不知道有没有受过其他的一些人的质疑 或者一些其他方面的舆论压力呢 并不会啊 我曾经在我部落格发表过相关的文章 非常受到欢迎 然后很多跟我差不多年龄的女孩子 都非常的给我大大的很多的鼓励 他们觉得说虽然听起来是一个很心事的一个想法 他们都觉得女孩子应该要有独立的想法 是 学小姐那你会不会考虑说这个卵子动起来 你现在是希望有个爸爸 就是出现就是有你最爱的例子 如果没有 如果不好意思 如果就是到最后你觉得找不到适合的 你会不会也把这个卵子拿出来 就干脆自己就当个单亲妈妈呢 好像台湾现在目前 现在台湾不能够这么做 就是你虽然可以动卵 可是你必须要合法结婚了之后 你的这个位丈夫才可以成为你的 这位卵子的这个受精者 是 好了解 非常谢谢熊小姐接受我们的访问 其实我们问到就是这个点 其实香港也是这样 也就是说可以在单身的时候动卵 但是我要用的时候我得要结婚 所以全部都是在婚姻制度之下 当初制造这个法 规定这个法律的时候 我相信医学会也有加入这个讨论 为什么会觉得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制度存在 疫情还是中文的传统 就是我们要用这个医疗技术去做一个小孩出来 我们要肯定这个小孩就是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那所以当时现在这个法律就是说 如果你要把经济跟卵子结合 你就要有一个真实的婚姻 我提个问题 假设是同性恋呢 他们已经有了婚姻了 证书了 这个是我们未来的挑战 因为现在香港同性结婚还没 整个不是合法 但是有一些国家好像英国已经合法 比如说他这个香港人 他碰巧他在美国又申请到来一张同性恋的结婚证书 拿到你这来给不给做 不给做 目前法律不可以 当然之后我们的法律法规怎么去发展 去和这个社会的改变 我们要之后再看 所以朱老师 这个女生现在就是一直说 我们才恍然大悟 原来我可以动乱 但我还是要有个男性 就是英迪燕娃到最后还是要有个男人 就是要有个婚姻制度 为什么这个不能相信我们可以自己把孩子养好呢 为什么我不可以决定我什么时候要孩子呢 就被逼着要结婚呢 这个东西 本来问得到21世纪的时候 法律可以松绑吗 我自己倒是觉得从两个层面来理解这个事情 第一个从技术层面这件事 这是个好事 就是让你生育的年龄拉长了 对 不需要等着在你最黄金那个时间 你知道Google跟Apple还补助那个员工 让他们去动软 对 就是要超死他们在工作上 对 就是让你不用担心 我过了这个年纪我就生不出来了 没关系 过了四十岁这样可以生 四十五岁这样可以生 先拼一些其他的目标 对吧 所以这个计算你作为女性应该是感到高兴的 OK 对吧 就是把你的生理期给周期给延长了 是 然后第二个方面 就是属于亚洲 特别是中国人这样的东亚地区 它特有的法律规定 对吧 香港和台湾已经还比较宽松了 现在内地那边呢 说你这个根本别想 对吧 想都不想 给你提技术理由啊 提道德的啊 提伦理的 说想都不想 所以呢 你想干的话只能去美国 现在自己搞一个算了 是的 对 其实我就像刚刚这个陈医生说的 这个当时呢 就是制定相关法律的时候呢 那个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社会啊 大家思想比较保守 所以当时想到的就是 即使是取了卵冷冻起来了 那最后要用的时候 还是要有一个正式的结婚证明在这里的 但是确实像朱小姐说 你随着时代不断发展 这女权的思想可能越来越浓重 那越来越多人就会想了 我生育权是不是应该独立的 就是 包括像这件事出来以后 那韩寒也马上站出来 他直接指了就是说这个结婚 不能和这个生育权一起 这个绑在一起嘛 所以您觉得在未来随着时代的发展 在这个方面 会不会有一个松口的可能性 我觉得在短时间 有松口的机会应该不大 我相信如果有第一步 有可能可以松口 可能就是孩子男女 他们可能还没有结婚 好像英国一样 如果英国你一个男女同居了一段时间 超过一年两年这样子 他们还是可以做这个孩子出来 他不一定有一个正式的结婚的 这一个证明 那医师我问一个 另外一个比较技术上的问题 就是很多人说这个女生 如果给你这个机会以后呢 你可能就不停地做 不停地捐 不管如果是合法的话 就让你不停地捐 这会不会有伦理道德上的问题 第一我就不停地把我的卵子 散布在这个世界各地 另外呢 还有就是说这个捐的时候 对女孩子的身体 会不会造成一定的伤害呢 第一个问题 当然很多国家都会规定 如果你捐卵的时候 你不能说有100个孩子 都是你的卵子出来 对 不然有很多伦理的问题 是 好像台湾他们规定 你捐卵子能生一个孩子 是 如果有一个孩子 从你的卵子出生呢 你就不能再捐 所以如果捐给别人 我自己就不能生孩子 你自己能 你自己能 顶多两个用途这样子 对 但不可以再捐给第二个人 是 然后第二点就是 中间可能发生的副作用啊 还是在中间过程又受的苦啊 会有哪些 对 你中间有打大概10天的初排针 那打针的时候 你肚子会这样 因为平常你可能一个月 排一个卵 我们打针记忆 可能一个月排10个卵 那肚子肯定会这样 会有一些 就是身体不舒服了 强其的副作用呢 就没有很多 有些以前有些说法就是说 取卵太多 会不会提早绝境啊 或者取卵太多 会不会有癌症啊 那后来都没有证明这个 真的有这个风险在 是 那当然呢 取卵中间是一个手术 你要麻醉 那当然有可能会出水啊 发炎啊那些问题 也有一个病叫卵巢 过度气质症 就是我们气质卵巢 是值得太厉害 那他可能身体有其他短期的医生问题出现 是 所以现在那个朱先生 我们最后 你最后的一些 我就看你 看你的表情 不停地变 这个陈医生说的这样 你就变这样 陈医生说的那样 你就变成那样 所以就是其实我们今天跟医生啊 跟朱先生聊了半天 最终的结果 还是有一个 得出一个很悲观的一个结论啊 就是假如有一个单身的女性 她就算冻了卵了 但她始终 没有找到和她心满意足的男性的话 她还是这辈子可能就不能有效 这个是在现代的法律和技术 嗯 对我们不排除这个卵子呢 可能30年之后啊 那个技术 那个技术 其实我卵可以动几年啊 那个技术很先进了 那我告诉你 就是它有点 可以动几年 冷冻的软子的历史比较短 所以没有很长的时间 我可以告诉你 冷冻胚胎最强解冻 在深海解冻之外 可以超过10年 可以超过10年 就是等法律 技术进步了 技术进步了 而且呢法律也进步了 所以呢 你赶快努力 所以我拿我的这个青春幸福 还有我的孩子 跟国家的法律耗上了 堵上了就对 你就说你多买个保险嘛 对 后悔要 多买个后悔要 所以今天非常谢谢两位 来加入我们的讨论 谢谢 今天这个网友也有说 这个别这样了 国家我们把软子上交给国家 就是让我动一动吧 好 今天时间 我们先上次消息上再回来 我们来聊聊 说走就走的旅行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